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高熙 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方式 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历史上的疫情与应对 我们用一句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呢 就是说历史上的这些流行病啊 传染病啊 以及人类社会是怎么去应对这些疾病的 那同学们肯定会觉得很奇怪 历史系的老师怎么会去讲瘟疫呢 怎么会去讲流行病呢 那我下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我们复旦大学呢有核心课程 是针对一年级和两年级的同学 那当中呢分了很多模块 其中有第六个模块呢 它的主题是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 在这个模块当中呢 我们会有一门课叫走进音学历史与传承 这是一门针对于复旦大学一二年级的同学 以及医学院的学生 是通过这一门课程呢 主要是让大家去了解 通过理解医学的历史演进 或者就是说讲 通过讲医学史 来去理解今天的医学 对于历史上的医学 对于今天医学活动的影响 及其原因 比如说 我们医学史会去讲 医学的发生 发明与进步的这样一些观念的演变 通过介绍医学历史上 发医学历史上的这些代表性的人物 一些名义 比方说像中国的古代的名义 扁鹊啊 华陀啊 西方古代的代表医学人物 西伯克拉底 医学之父 Garen 以及在医学历史上的关键性的事件 去影响着人类 文明世界的这样一些关键性的事件 比方说DNA的发现 比方说七名书的发明 等等这样一些关键性的事件 此外呢 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会去介绍 人们是怎样去认识疾病 怎么样去对付疾病的 这样一个科学的这样一个历程 在历史上 人们对付疾病的手段 有多种多样 充于古老的原始的这样一些 巫术的手段 魔术的手段 到了中世纪的这样一些 信仰疗法 以及到近代以来 用科学的手段去对付疾病 发现发明魔弹等等 这样一个逐渐演变的这样一个过程 去理解 人与疾病之间的相互相成的这样一种关系 当然我们也知道 医学与其他的智能科学不同 医学是关于人的这样的学科 因此在谈到医学的时候 我们必定会去考虑 人与宗教之间的关系 医学与政治的关系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 对医学发展的影响 这也是在我们这种课程当中 会去讲和介绍的 也会通过跟学生互动 去大家去共同去探讨 这一方面的内容 因此我们这样一个模块 是通过走进医学 通过讲过去的历史 和千百年来的 关于医学知识的传承 以去了解当代西方 当代医学发展的 这样一个 当代医学的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会理解我们面临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是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 我们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方法 去对付疾病 比方说当这次我们在武汉 这次爆发的新冠疫情当中 我们为什么要采取封城的手段 为什么要采取隔离的手段 但是这些手段 它是来自于哪里 是怎么会产生的 它有什么样的科学依据 那么通过对历史的了解 那我们可以了解今天的手段 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好 那下面我们来讲 历史上的疫情和一对 首先当我们来谈流行病的时候 我们会谈什么 也就是我们说 我们就要线耳术能想这一次爆发的传染病 或者说我们称之为流行病的时候 我们如果谈这个词 我们会谈什么呢 首先我们会去看 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 流行病这个词 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 并不是说现代社会才有 而是在古希腊的时候 已经开始有这样一个词出现 我们的英文当中 我们现在所用的西文 续语当中的传染 流行病这个词呢 它是来自于希腊文 它希腊文有两个词 两个词组成 意味着在短时间内 在人群中广泛传播 它只有两个内容 一个是在人群当中广泛传播 那这里同学们会去考虑到一个问题 如果说这个词在古希腊的时候就有了 那说明什么 说明流行病 或者危害人们的这样一些传染病 在古希腊的时候 已经就发生了 那么最早关于古代的传染病 我们可以在哪里可以看到呢 在公元前四世纪的西伯克拉底的文件当中 它有两个章节 专门叫流行病 记录了在公元前四世纪前后 在古希腊雅典爆发的一场大瘟疫 那么记录着呢 它叫西伯克拉底 我们看到图片上的这位一个尊者 这个长者 他是被称之为西方医学之父 他曾经带着 他的有很多的学生和弟子 那么他的学生和弟子 把他在平时教授的这样一些医学知识 医学思想和理论 把它记录下来 差不多到了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呢 就汇集成一本文集 把它称之为西伯克拉底文集 那就是我们最早知道的 关于传染病和流行病的记录 那么在他这个记录当中呢 还有很多的关于病人的案例的分析 非常有意思的是呢 在古希腊一个最著名的 我们说古希腊最著名的一个史学家 叫休西底德 在休西底德写过一本叫波罗奔尼沙战争当中 也记录了在公元前四世纪 在希腊爆发的一场瘟疫 那么在这场瘟疫当中呢 这个一本历史的书和一本医学的书呢 两者就对应起来了 可以使我们让我们对古代的传染病 就非常清晰了 那么古代西方的传染病 有比较清晰的记者 那么中国有没有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中国古代呢 其实也很早很早就有关于传染病的记载 我们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当中就是说 真有疾年死 这个疾呢不是疾病的意思 就是疾欲的意思 也就是说是传染病的意思 那么在中国古代的文献当中 关于传染病这个词并不存在 要到很晚很晚才会出现传染病 你差不多要到19世纪才有传染病这个词出来 那么早期它叫什么呢 它叫时节 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就是说 现在会比较时尚的这样一个词 在很短的时间当中突然爆发 但是突然就消失了 那叫时节 或者叫疫病 或者叫瘟病 那么我们现在往往会除了要流行病 传染病以外 关于这个疾病还有一个单词 我们常常会使用的那叫什么呢 叫瘟疫 瘟疫这个词到今天我们还在继续使用 它已经不是跟中国传统的这样一个瘟疫了 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传染病啊流行病啊 都在这个瘟疫当中 都是包括在这个当中 也可见在古代的中国对这些传染病和流行病 已经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 一张呢 左边的这张图片呢 是古埃及的木乃伊 这个古埃及的木乃伊 头上呢 它有一些疤痕 在古代在现代的考古学家 有一批考古学家呢 专门是做这样一个事故分析的 我们把它们称作为古代病理学家 或者叫考古病理学家 通过他们的研究呢 发现说古代的从古埃及的 十千年以前的木乃伊的身上呢 已经看见有天花的斑痕 这意味着什么 那就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天花是在1982年 被世界维生组织宣布 在全世界消灭了天花 而在这1982年之前 这个天花是成为一个 杀死人类最多的这样一个 致命的流行病 或者说传染病 那没有想到吧 这个疾病它有非常非常长的历史 长的将近四千年 或者说它几乎跟人类的历史 是一样的长 那么我们再看右边的这张图 右边这张图呢 也是在古埃及的 它是古埃及的一张壁画 在壁画上 可能图学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这样一种情景 你看这个壁画上这个人 单两条腿出细是不一样的 他的右腿就显得比较细 而且是这样短的 是显然是一个瘸腿 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呢 脊椎挥植炎病 用一个通俗的话呢 就是小儿麻痹症 可能你们的同学们的父母 还知道什么叫小儿麻痹症 还能见到过呢 你们现在也见不到了 因为后来我们已经 已经有了疫苗 可以对付这样一些疾病 那至少在八十年代 还能在中国看到 在五六十年代的小儿麻痹症患者 还流传下来 那么我们想一想 在二十世纪 我们还能看到小儿麻痹症 但这个疾病在四千年以前 已经划在了骨埃基 镜子塔里的比划上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疾病是非常非常古老 疾病是非常古老 那疾病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去来看一下 疾病的来源 它有几个方面 它有从 主要是最早的疾病来源 就是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呢 是通过 人类是通过 现在的研究也发现 我们很多的传染病 都是从野生动物上 开始慢慢慢慢 改变了它的属性 通过传染源 传到了人身上 找到一些宿主 传到了人的身上 那么它通过 我们是人类是通过食用动物 或者跟接触动物 进行感染 导致了这样一个疾病 这是一个从野生动物过来的 那么还有一种呢 是来自于前人 就是在人成为人之前 已经灭绝的 内人灵常内 内人灵常内 像这样从身上 遗传下来的疾病 比如说类似于 血毛虫病啊 非洲睡眠病啊 破伤风啊 血吸虫 到现在还有 破伤风和血吸虫 现在还是成为一个 比较重要的 这样一个寄生虫病 那么我们会看到 人和动物之间的疾病呢 其实是有很多相似地方 有相似很多互通的地方 这是我给大家推荐的 等我们这次今天的课听完以后呢 大家会可能会得到一本书 这个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麦克兰尼写的叫 《温云以伦》 《温云以伦》 我给大家看呢 是这张我比较喜欢的这幅图 它的原来的封面 是英文版的 我们现在的那本书呢 它的封面没有它们好看 那么在这样一本书当中呢 它就立取了研究了 人与动物之间共有的疾病 对它的研究呢 我们会发现 蓝与动物狗呢 有65种 与牛呢 有50种 与猪呢 有42种 与家庭呢 其他家庭 所谓这个家庭呢 我们就是指的鸡啊 鸭啊 还有鸟啊 它们就是birds 就是所谓的那个 禽流感的这样一种疾病 它有26种 但是这个数据 其实现在已经不是很准确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写这本书 到现在已经有几十年了 所以现在的研究 已经开始有所变化了 那么到底有多少种呢 我这个还不是很清楚 同学们可能以后会去 自己去查一些资料来看一下 那为什么说这个疾病 跟人和动物之间 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那如果动物之间的疾病 是怎么会传到人身上来的呢 那这个呢 就跟整个一个 人类文明社会的进化 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我们来看 现代文明的发展 差不多进入到有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就是进入到农业革命的时期 农业革命 使人类从原始状态 进入到是有 可以自我耕种 可以豢养动物 我们所谓的进入到真正的有知识 以后文化的这样一个程度 但农业革命因为导致整个一个生态发生了 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我们现在不知道 因为原来都是用原始的自然的食物 自然的植物去跟进入到我们生活 但是当人们一旦会懂得种植 会去种粮食 会去耕地 会去豢养动物 那么对生态环境会破坏到什么程度 我们目前并不清楚 但是有一点我们会比较清晰的是 当人们学会了播种的时候 人们就定居下来 当人类定居下来了 疾病也就跟着人类定居下来 因为这些人类定居下来 就吸引了动物的规划 就我们是为身边的去开始花样动物 比方说我们现在 作为我们的食品结构当中 比较重要的猪啊牛啊羊啊 都是在人类开始定居下来 进入到文明社会状态当中 才开始慢慢形成的这样一个 经过几千年上万年的方式 才能形成的这样一个生活的习惯 那么在早期的时候 人与动物是同参共生 同参共生 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说 我们现在的公共卫生的思想 也不知道 所以无论是动物还人的排泄物 就会一污染了这样 在河里饮用的水 导致了文瘾的传播 导致了疾病的传播 除了这样一些跟人们生活在一起的 饮食的动物以外 用于饮食的动物以外呢 还有一些换养的像狗啊猫啊 在这些狗啊猫的时候 它还会跟吸引相应的 吸引其他的动物过来 比方说老鼠啊 蚊子啊寄生在它们身上的 这些动物呢也被吸引过来 那么这些就成为疾病的传播源 因此呢 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就认为呢 是农业的发展 开始慢慢促进了疾病的发展 在包括在水稻田里 我们还看到很多寄生虫 这些水稻田里的寄生虫呢 现在还有的 波上的疾病 就是血系虫病 但是无论怎么说 在水稻 在农村农业时代的时候的人类居住 还是非常非常的 怎么说呢 是人类的居住呢 还是非常空旷的 不是聚集在一起 它的空间比较大 到现在为止我们去看农村当中 还是一户它前面有地 还是家家户户相距 格局很大的距离 所以你说这个时候的传播的疫情 是不是会很危险 很少 有可能就某一个疫情 在某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当中 就至神之灭了 但是随着人们开始慢慢积居 移居到城市当中 就或者说 既然集居在一起 形成小的汤 形成小的城镇 慢慢变成大的城市 那么人口的拥挤 这个在拥挤的人口当中 还有拥挤了牲口 拥挤了动物 那就开始容易造成 大规模的疾病爆发 因此历史学家又有这样一句话说 疾病的殖身地是城市 我们从这样一个简单的 这样一个历史来回总结一句话 疾病与人类是如影相伴 共生共存的 换一句话来说 我们至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疾病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 是一样悠久的 就是一旦有人 因为人类人类的出现就有疾病 因为人和动物是一起在这个事件上 同生同长 而疾病的来源 一个是来自于动物 另外一个是来自于人类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打致的疾病的产生 那这样去我们就有下面一个 第二个环节 就是有一个问题出来 疾病可能战胜人类吗 我们先来看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是大致罗列了 从古代到20世纪 本世纪的几大流行的传染病 或者是流行病 我们会看到最早的 有历史记载的流行病 是在公元前430年 古希腊爆发的雅典大瘟疫 在前面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它就是类似于在西伯克拉尼文集 和修西底德的史书当中记载 这个是我们有史以来所看到的最早的记载 从这个表格当中呢 请大家可以注意到比较大的离场 我也给大家点一下 离场呢 是公元540年到542年 在地中海 我们所看到这是一个地中海地区 在当时的时期 当然亚洲已经在中国已经开始 已经很发达了 但是在这个时期 基本上在澳洲大陆爆发了一场 叫加斯丁史义 加斯丁尼瘟疫 这个加斯丁尼因为这是罗马帝国的皇帝 正好在罗马帝国加斯丁尼的时期 所以我们把它称作为加斯丁尼的瘟疫 通过现在的生物考古学研究 已经知道内场疾病瘟疫就是属于 而这之前爆发的疫情 基本上我们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属于呢 还是互乱呢 还是伤寒呢 其实并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晰 那么 这场属于爆发的最终的结果 我们看到导致的死亡人口将近2500万 在加斯丁尼其实是多罗马帝国 比较达到新生的时期 而多罗马时期就在这个时候 想恢复西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 就是因为这样一次 这个持续一年的属于 而且这个属于是在这一年当中 反反复复不断的发生 当这个运行结束了 再过了几个月又再次爆发 过了几个月又再次回来 因此最后摧垮了 东罗马帝国的国力 能力和精力 整个一个国家 使得东罗马帝国 效其事回生 恢复当年的辉煌 已经没有可能性了 那么在历史上来看 影响最大 波及面最广 对人类文明伤害最大的一场疫情 就是由1347年到1352年 在欧洲意大利开始始发黑死病 那么这场黑死病 关于这个研究呢 很多可能大家也知道 也有电影叫黑死病 这次疫情爆发以后呢 很多报纸上和直媒体上 关于黑死病的故事也谈了很多 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个非常简单的 这个意思 它最早的还是是从 意大利的人跟东方人 做生意做贸易的过程当中 有船上海上陆路 把疾病传过来 它这个特征很可怕 人会突然呕吐 为什么会说是黑死病 它吐出来的血像黑的一样 而且往往会 有的时候在一天当中就突然死亡 一天当中突然死亡 死亡的人数超过了上千万 那么 但是黑死病这样一个疫情呢 差不多到了延续在欧洲呢 有延续了三百年 到了16世纪呢 就逐渐在欧洲就消亡了 我们会看到从19世纪开始 四年欧洲的疾病呢 就是互乱 大家看这个现场就一直互乱 到了19世纪的时候呢 比较大的疾病呢 就是流感 那么至今到今天为止 我们影响到人们的生活 还是最大的疫情就是流感 2009年到2010年 大全世界报告 也是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 就是所谓的一个株流感 在2009年这场株流感爆发结束以后呢 世界卫生组织就宣布说 我们可能在今期内会爆发一个 全球大流感 大疾病的流行 但是没有人去重视这样一个说法 而且甚至于说 世界卫生组织的这样一个说法呢 好像是为疫苗公司 为了帮助疫苗公司去赚钱 所以大家还在课病和批评 世界卫生组织 批评世界卫生组织 没有想到十年以后 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 所以在上本月3月12号 上个月3月12号 世界卫生组织 正式宣布全球进入 大疾病大流行时代 那么这些疾病的数据 我们看一下刚才讲到的黑死病 黑死病为什么说成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 对人类威慨最强的 影响最高的这个疾病 只有看一个数据 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 它的死亡人口到底是多少 那我们可以看到 右边的那张图 有不同的颜色构成 这个构成就是讲了 它的一个传染的空间和时间 从1316年差不多 从中亚就是我们现在的一带一路 这个四周之路开始 蒙古也就是元朝之外 就是当时处于中国的 这个蒙古地区 从这个时期开始往西欧 开始传播过去 从1316年一直到1354年 基本上达到了整个欧洲大陆 全部被感染到树叶 甚至于远离欧洲大陆的人 英国也被感染了这样的数据 死亡率最高的达到60% 所以我们就讲到这样的 有没有被疾病所征服 这场瘟疫在300年结束以后 我们会没有想到 到了19世纪以后 在亚洲和中国重新再次爆发 1910年在中国的东北 又次爆发数据 三个月当中死亡人数高达6万 那或者我们说 死亡人数高达那么多 但是毕竟没有让一个国家毁灭 也没有摧毁一个民族 都没有 那是不是在历史上存在过这样 因为疫病而摧毁一个民族 甚至于毁灭一个文明呢 我们知道在149年的时候 哥伦布抵达从欧洲抵达美洲 哥伦布发现美洲 那么哥伦布发现美洲 这个时候的美洲被称作为 在欧洲人来说 他把它称作为新大陆 而欧洲呢 是被称作为旧世界 这个为什么说是新大陆呢 因为新大陆上是一个未被感染的沃土 几乎没有像欧洲旧世纪当中有的那么多的传染病 比如说天花啊 胡乱啊 月积啊 水痘啊 伤寒等等 这样一些疾病 大家可能不知道 现在这些疾病已经都不致命了 但是在中世纪的欧洲 它还是致命的疾病 甚至于在19世纪 在中国和欧洲都是致命的疾病 那么这些随着哥伦布的舰队 跑到抵达清大陆的时候呢 这个地区是没有任何这样一些疾病 结果这些疾病带到再过去以后 当地的土族居民或者原居民 突然被感染以后 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数据是达到90%以上的人口 死于欧洲大陆带过去的 尤其是天花 所以我们原来以为从新和旧之间的关系 欧洲殖民者对新美洲大陆的征服 是因为文明对野蛮的征服 或者文明对未开化民族的征服 或者说欧洲带过去的这样一些武器 可以对付土族人民的弓箭 所以征服了这个民族 事实上并不是而仅仅是因为疾病 因此我们来看对于文明的征服 其实对于不仅仅只有武器 还有跟武器以外的其他的更多的因素 生物性的因素 疾病的因素 还有文化的因素 因为文化的因素 所以我们会看到 在疾病的影响当中 其实导致的更多的是文化的因素 当疾病到来的时候 人们无法去抵抗它 或者人们对疾病无知的情况下 面对大规模的死亡 或者大部分人群的感染 首先说产生的是价值观的颠覆 这个价值观的颠覆 因为你原来所信奉的东西 会突然否定掉 比方说在早期的欧洲的事情 人们没有不知道疾病是怎么回事 所以一般会认为疾病就是上帝对人的惩罚 包括在中国还是认为疾病是有鬼神导致的 因此等到他们发现信仰的 他们所信仰的尊逢的 比方说像主教啊 国王啊 都也无法避免的死于这个黑死病的时候 人们的信仰就开始崩塌了 那你信仰是没有用的 信上帝是没有用的 在疾病和死亡面前 其实人人是平等的 即使你有钱 也战胜不了死亡 也战胜不了疾病 不论你在疾病面前是没有贫富贵贱之分 也没有高贵和贴贱的这样一个差别 因此在这个事情疾病带来的首先是一个信仰的问题 那么除此第二个问题呢 那就是道德的论上 其实我们在这次疫情当中 大家也可能在某些时候也有深有感触 到今天为止 大家还在讨论的一个比较关切的一个问题 就是海外的留学生是不是要回来 是不是要让他们回到国内 在网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说辞 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不许这些海外 归国的留学生回来 他们的意见很简单 那么回来就是把病毒带回来 那么就是完全是拒绝于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这样一个特征就出现 这样一个违反道德论上的并不仅仅是现在针对像我们的留学生 当疫情爆发的非常严重的时候 往往有的时候在家庭当中都会出现 父子不相认 父子不相救 甚至于把感染的人群从家庭赶出去 因为在国内的时候这些都会发生 我们所谓的道德论上都有可能出现 也有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进行打架架的这孤单海语 那么疫情当人们无法去处理和对抗疫情的时候 会导致人们因为惊恐 导致息事地理 导致精神病的爆发 因此每一次大的疫情以后 会产生一些社会性的这样一个精神病的烦恼 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学 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达芬奇的密码 达芬奇的密码第一期当中有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大家会看到 他有一些特殊的镜头 他会把自己绑起来 然后拿一个鞭子去抽打自己 这就是一个从中世纪延续下来的鞭打法 当时在黑视频爆发以后 他们就会用这样一个鞭子 这些教徒 他们结结在一起 用鞭子抽打自己 或者抽打对方 一直抽到全身出血道 就是死亡为止 除了以后来还会出现 像出汗病啊 舞蹈病啊 就在那边不停地在这个城镇当中 大家会在一起跳舞 而这个跳舞也会传来 越来越多的人群加入 最后跳舞到最后倒立而死 当疾病找不到治病的原因以后 那么就会把目光投向他者 他们会说是因为有人在水里投毒 所以哪怕你做一点点的 让人们会怀疑的这样一个举动 就认为你是一个投毒者 所以会去找投毒者 去杀死投毒者 出现滥杀无辜的现象 实在找不到投毒者 那么就是去会制造这样一个 罪犯 那么在古代中世纪 古代到中世纪的时候 往往被作为替罪羊的 被滥杀无故的人群 就是女性会 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 有很多女巫 所以一旦疾病爆发 他们就说这是女巫做的念 所以有烧女巫 在中世纪烧女巫 实在还没有的话 那就是把目光就投向了犹太人 那是我们所看到的 因为疫情带来的不仅仅是疫情本身对人们的伤害 还有人跟人之间的互相的伤害 那么接下去第三个问题 就是人们如何来应对挑战 当这个疾病对人们 冲击人们的时候 人们怎么办 首先有密点 我们知道一旦疫情爆发 人们的文会激发 医生去抗争的这样一个斗争 也会激发人类给疾病抗争的一个斗争 我这里给大家看这样一张照片是我自己拍的 我拍的是在丹麦的一个小镇 这个小镇叫赫尔辛格斯 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小镇 是一个中世纪的小镇 我那个时候在那边 那天在那边小镇上走的时候 这个非常安静 这个小镇上整个几乎没有人 这条小镇上走到这个拐角 大家看这是一个拐角 我看到这幅画 我当时真的是惊怠了 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去讲 是一个疫病 为从发生发展到结束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觉得有意思的不是说它这个结束 它这个最后是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希望和光明 它并没有结束 好 我们来解读一下这样一幅画 大家如果从左边开始读 这个小镇是一个港口的城市 是中世纪一个金币的交易市场 它是在对面 这个港口的对面其实就是瑞典 我们当时就从这里坐船去瑞典玩 我们可以看到疫情最早是从海上陆路过来的 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疫情 都是从过飞机场进来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从空中进来 这一个交通的方式 就是变化 从陆路进来的我们可以从左边看起 已经进来已经受到感染的这样一些人群 一上岸已经不行 差不多已经激进死亡 或者已经在被感染当中 那么第二个我们往右边转过 就会看到这些病人被收容到 那时候是没有医院 就是由教会来收容 那单人护理的人员其实都是修士 修士或者神父 那么他们身上穿的这个制服 跟我们现在的皇户服 其实差别不是特别的大 脸上没有口罩 所以他们就带了一个面具 因此的面具 就在这个面具里面放了很多香料 去阻挡这些所谓的毒气 但在收容所里 在疗养 在收容所里都没有办法治疗的话 他们只能去祈求上帝 我们一点点往右边看 他们就去教堂祈求上帝 当神父和上帝也救不了他们的话 最终的积聚就是走向坟墓 我们会看到这个是 最后的是走向的坟墓 有趣的是在这幅画的对底头 一边是在安葬死者 而另外一边是新生儿的洗礼 所以我说看到这幅画的时候 我感触很深 当人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其实从来没有放弃对生的渴望 没有放弃对生的渴望 为什么呢 因为面对死亡 也会去对生命和个人价值进行反思 去进行反省 我们以往有没有真实生命 我们以往有没有真实个人的价值 这个个人价值在中世纪的时候 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 人们只相信上帝 是因为人来到按照基督教的时间 人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赎罪的 是为了罪和上天堂 那么这样一个上天堂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自己个人的价值 也没有对生命没有任何的认知 可能对荒废生命就像现在的 当一个一个家庭的破碎 这次意大利 我现在看到意大利的死亡人群已经超过了过 很多家庭之力破碎 甚至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毁灭 让人非常的痛心疾首 这样一个痛心疾首是回过来 我们又去看生命的意义在于哪里 可能就是跟家人在一起 生命的意义就是对自己的关注 而不是去放浪行害不珍视 更重要的一点 从哲学意义上去思考的就是 那么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如何如何跟自然相处 跟世界相处 我们如何如何去认识个人的价值 这是中世纪黑石兵导致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文化遗产 就是人文主义的兴起 这个人文主义就是以人为主 展开的思考 哲学 科学探索 艺术创作和文学的写作 所以大家可能马上就要高考了 对学历史的同学 可能对文艺复兴已经比较熟悉 那么今天又给大家提供一个 比较新的或者一个视角 去理解文艺复兴 又编辑上这图片的 不知道大家仔细去看一下 能不能看到 能够看到有没有熟悉的建筑物 中间那个面对大家的这样一个建筑物 可能同学们已经知道了 是去年4月份 在被焚烧的法国巴黎的巴黎圣母院 是法国的最最重要的宗教场所 我想跟大家讲的不是巴黎圣母院 而是巴黎圣母院左边的这一派房子 这个房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所医院 主国医院 看跟教堂结合在那么近 因为在这是最古老的医院 在这之前世界上是没有医院 只有一两所很少医院 在东方埃及很少的医院 因为治疗的主要的手段就是信仰疗法 病人到教堂当中 接受主教神父的这样一个书语 或者按手里给你抹肾油 信仰疗法 但大的瘟疫 大规模的人的死亡 使得发现这个已经是 无法去应对疫情的时候 其实教会他的信仰 体系也被崩塌 他在社会上的荣誉也丧失 因此教会自己进行反省 他们就重新养疗法 开始向慈善医疗转型 这个转型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主公医院就是 原来他还是有教会创办的 在这里经常会进行祈祷仪式 他就开始慢慢往慈善医疗转型 也是我们今天的 现在的医院的族行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会看到就是由国家来干预 国家干预呢 或者说是政府的行为 我们这次已经深刻的体会到了 国家干预和政府行为 在对付疫情当中 所起到的力挽狂澜的 这样一个作用 从中世纪开始的时候 当这些大规模疾病爆发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医疗措施 可以对付它 包括这次新冠疫情 也没有真正的 有针对性的要去对付 这样一个疾病 所以采取的措施 只是是急救措施 而不是对准下药的措施 那么除了医药方面以外 最主要的就是由国家来干预的这个措施 最早就开始成立了叫医病委员会 用医病委员会来做一些工作 处理尸体 首先是处理尸体 大规模疑的人 有的时候一家人这些body就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就组织了委员会走在第一线的 那个时候医生 从来医生都是走在疫情的第一线 奋不共生勇往之前 他们穿上防护服 戴上面具 去整理尸体 去对有感染的居所进行消毒 进行消毒的处理 还有去有政府的出面 去将感染的房屋进行隔离 甚至于进行封城的行为 那么像封城的行为 不单单是在有政府的来主导 有些地区 甚至于有些地区 他们会做出自我的牺牲 有自己来封城 在中世纪 14世纪的欧洲 要英国诚信一个小镇上 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 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历史事件 当时这个小镇 已经发生了一场大的瘟疫 后来小镇他们自己开会讨论 认为如果出去的话 有可能把疫情继续传播到城外 于是他们这个小镇 最后投票决定自我封城 自我封城 最后这个小镇死亡人数 超过了三分之二以上的人 全部死亡 但是这个疫情最后就牢牢的锁在这个小镇当中 没有传播到外面 那么我们来看今天的这样一个封城行为 我记得这次武汉地封城的时候 马上就有人来问 说封城是不是一个关联 或者以前世界上有没有封城 如果我们对医疗的历史有稍微一点了解就会发现 封城并不是现在的社会 所发财才有的这个行为 也不是中国武汉第一支冲城 其实在上二世纪 1920年 洛杉矶爆发属于的时候 在这个地区 整个是一个墨西哥地区出现的 洛杉矶的市政府就把整个墨西哥城 就是墨西哥这个居民区就全部封闭起来 全部封闭起来 感染疾病的人数 或者以感染者全部冲进去割裂 所以这样一个割裂的措施 是现代医学的一个产物 并不是一个中国所特有 也不是中国所制造出来的一个新方法 所以有些人说 这次中国的疫情开始慢慢慢慢缓解了 西方疫情开始爆发 欧洲世界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 要向中国操作业 我觉得这是对历史的无知 因为我们的隔离的方法和封城的方法 就是从西方学过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制定的规章制度 就是海港检疫 因为无论是 我们发现疾病的传播 现在是这次疾病的传播 比较多的是流动人口 那么这个已经是有很多的 留学啊 商务活动啊 或者旅行啊 那么早期呢 比较多的呢 就是还是有商务活动 那么都是从海上过来 因此呢 在最早呢 是在马赛 开始设立了海港检疫 1383年 1383年或者1384年 在马赛最早宣布海港检疫 就是外来的船子 必须在公海上待上一定的阶段 才能进入到港口 这个四巡站就是在港口当中 你必须要在阳光充足的情况下 待上30天 后来改为40天 因为在这个时期当中 直到这个船上 没有人有疾病出现的时候 你这个船才进入 能够进入到港口当中 好 尽管大的疫情爆发的时候 医生没有办法 医生没有办法 但是每一次疫情爆发 都会激起医生对抗疾病的动作 所以尽管我们找不到办法 并没有阻止我们不去找办法 不去去探索和了解 对付疾病的方法 那么正是在这样 每一次在寻找对付疾病的方法 和思路的时候 才是我们解开对付疾病的 找到对付疾病的魔弹 19世纪差不多开始 人们意识到传染病是因为 有空气当中看不见的一种微生物 这个就是说 虚菌啊 病毒啊 把疾病开始进行在人群当中传染 但是呢 后来他们又发现 每一种病呢 它都有一种特殊的菌 所以呢 在19世纪那么开始 瞩瞩瞩瞩发现 麻风病 有麻风感菌 瘾疾 有瘾疾的 导致瘾疾的 这样一个菌 比方说像 在 540年 以前就爆 1500年以前 开始出现的蜀疫 但是蜀疫的 蜀疫感菌 在什么时候才找到 蜀疫感菌 一直要到 1890年 那年在香港爆发了蜀疫 后来有一个法国的科学家 和一个日本的科学家 两个人到了香港 去查找这个疾病的原因的时候 他们找到了蜀疫感菌 所以我们看看 将近有1300年以后 人们才找到这个蜀疫感菌 这是19世纪的疾病发现 主要的一个表 除了国家干预以外 还要进行对整个社会进行扑反 还要进行立法的这样一个规章制度 我们现在大家都在期待和等待 说什么时候能够找到 又对付新冠疫情最后的方式 只有通过疫苗 才能对付这样一个疫情 那么疫苗从哪里来 大家是在发现 但是要接受疫苗的这个观点 也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第一个疫苗是对付天花的重牛豆 接重牛豆 我们知道是在英国 18世纪末期1796年的 英国乡村医生 经常发现的 经常发现又他是乡村医生 但是大家想要把牛豆身上的这个 突出的话就是把牛豆身上的这个脓 打到人的身上去 想想高傲的英国人 怎么可能接受呢 因此当英国政府在英国议员在建立立法 要推广全民重牛豆的时候 遭到一大片的反对 所以这幅漫画是很有意思 那是记录的人们反对几种牛豆 所以要在这个重疫苗的推广 要花相当长的这样一个时间 但是因为通过立法 那么使得这个事情才能够顺利进行 现在又发生了越来越多的新的趋势 很多地方有开始反对重疫苗 这个趋势首先是从美国开始爆发 他们认对这个是一个疫苗 是一个阴谋 因为是医药公司要赚钱 那这个到底是不是阴谋 到底是不是对人类有贡献 我们会看到这一百多年以来 因为科学家发明了这样 诸如此类这么多的疫苗 才使得人们能够战胜疾病 而我们现在又在等待 对付冠状病毒的疫苗的出现 所以但是科学家和民众之间的 跟公众之间的这样一些争论 和这样一些相互的不理解 还是继续在存在 大家都有自己不懂的说词 所以呢 还有一种 建立一个通过体制化的过程 才能使得我们在对抗疾病当中 形成一个常规的机制 从17、18世纪开始 西方的科学家 尤其从英国和法国的科学家 意识到导致疾病的原因 可能是跟城市的卫生 肮脏和贫穷有关 所以就开始制定了公共卫生制度 专门设立了公共卫生官员 制定了防御的机制和体系 去对付这样突发起来的传染病 甚至于提前进行这样的一方手段 比方说可以接种疫苗 这个就由这些地方去管理 就像我们同学们 从小生出来以后 就一直要接种各种各样的疫苗 和吃糖碗 这个全部是由国家免费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一系列的公共卫生制度所建立 这就意味着疫情带来一个 传染病和包括大规模的瘟疫 所带来的这样一个社会制度的改革 是什么呢 就是由国家来承担全民健康的责任 有国家来承担全民健康的责任 而国家通过立法去规范 去组织进行动员 组织建立系统的这样一个 对付疫苗的这样一个方式和策略 也使得我们能够有效的 一致的至上而下的去对付疾病 那么最后是给同学们讲的这样一个 希望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思路 对付疾病其实是有两条路径 一个除了科学手段以外 还有一个是通过公共卫生制度 好 差不多我们今天的 最后想给同学们做一下总结 瘟疫在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异病的发生管不倒社会的变动 对国家的政治 经济 伦理 宗教信仰都产生了影响 从历史上看 节育或者瘟疫与我们人类是共生共存的 传染病的发生往往与国家的发展消长相伴而行 异病与人类文化的历史紧密相连 互不可分 所谓的流行病与文明同行 世界文明史是由人类与异病相互博弈而共同塑造的 而人类文明的发展必经疾病的挑战 最后送给同学们一句话 这句话是指示在抗议当中 也是走在比较前线的 福建大学医学院的院士文一美教授 对我说的这句话 他说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我想把这句话送给各位同学 好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